你们千万别学我 拆散热片的时候大力出奇迹 后果就是带着芯片连根拔起 这块主板是N3赵老板赠送的 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 如果你也玩论坛 曾经发过优秀的帖子 可以到这个帖子下面回复链接申请 我们先看一下这款路由器 准确的说是主板 它的处理器是MT7981B 内存512兆 闪存128兆 无线芯片MT7976DAN 带5颗外置独立功放 用的还是高端型号 SKY85747和85333 它的网口交换芯片是MT7531AE 通过物理层芯片 引出一个2.5G网口 另外带一个直出的千兆网口 左边的SFP接口是CPU直出的 最高速率是2.5G 接猫棒很合适 右下角这颗芯片的作用是 将USB2.0转成SATA协议的M2硬盘口 你可以接一个固态硬盘扩展存储 板子的接口和WiFi配置很强 我们就测试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首先试试自带的固件 我的猫棒是设置好的 设置方法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擦身后自动识别了猫棒的型号和速率 所以我直接设置万口拨号就可以了 但是测速只有500多兆 应该是这个系统没开启硬件加速 接下来刷机 换个系统再试试 刷机方法很简单 按群里的教程操作即可 SSH连接后 将Uboot文件拖入到TMP文件夹 然后输入这条命令刷入 之后按住Reset按钮不放 通电开机 设置网卡为静态IP 即可打开固件升级页面 我选择Emodel WRT系统刷入 等待两分钟 重新设置好拨号 然后再次测速 现在没问题了 轻松超过了1200兆 接下来我连接小主机 试试近距离的WiFi最大速度 不接天线的时候 速度是1.9G左右 下面我接上天线再试试看 我买的是这四款天线 它们都采用与主板相匹配的SMA接口 方便替换对比 这个最小的天线是3dBi的 这一根是8dBi的 这根很像华硕的是10dBi的 最后这根直接裸露的是12dBi的 刚开始我没有仔细看主板走线 此处测5G Wi-Fi的天线 不是最优的接法 后面整理数据发现问题的时候 主板的网口已经被我弄坏了 所以没办法复测 速度仅作为参考 装上3dBi天线后 还是1.9G 偶尔能跑到2000兆以上 换上8dBi天线后速度很奇怪 近距离只有300多兆 手机拿开一些后速度是1.8G左右 10dBi天线也有一样的问题 非常近的时候速度很慢 12dBi天线近距离速度还算正常 1.8G左右 接下来再对比一下穿墙表现 无线设置 我只改了信道44 其他都是默认的 安全设置里面的802.11K 默认也是关闭的 Wi-Fi默认只开启了微漫游协议 两条空间流 最大前上速度是2402M 速波层前的天线数量是3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 录音器摆放在图上的A点旁边 录音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将所有的天线都测试了一遍 因为我的接线问题 结果不代表录音器信号的最好表现 只能对比不同天线的水平 我发现这块板子 配合10dBi天线的穿墙性能最好 第一两点表现最好 A点的速度异常 可能是天线的连接问题 总结 这款7981R128主板 是我见过的 Philogic 820的顶配方案 双核A53 1.3G主控 带2.5G SFP口和2.5G网口 再加上顶配的外置供放 绝对算得上是好产品的 类似配置的产品 OpenWRT官方也做了 叫做OpenWRT One 为庆祝OpenWRT20周年发布的 不过它只有一个2.5G网口 WiFi也不带外置供放 相对来说 7981R128更适合做路由器 如果最终上市的价格比较合理 还是值得入手的 这个地方 人道尚 但是我们下雨了 为了 大雨了